消息今天是319事件的五周年 那么前副总统吕秀莲他始终都不相信 陈水扁会为了胜选而牺牲他 甚至是还用生命来替陈水扁保证 绝对不是自导自演 至于吴伯雄表示希望能够重启调查319 吕秀莲表达赞同之外 还说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 该办的就要办 不需要国民党中央发号施令 319已经五周年了 吕秀莲到现在还是不相信 席域长官会为了胜选而牺牲他 以我那天都跟他在一起 也看到他脸色的变化等等 我用生命担保他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那次言 要重启侦查我想 既然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也用不着党中央来管这件事 该办就要办了 蓝意要重启调查 吕秀莲表态支持 但对于被调查小组 认定是凶手的陈一雄家属 有意和他见一面 则是兴趣决权 那我书都写出来 我也不相信超过这本书以外 我能帮他什么忙 所以我觉得陈一雄的家属 如果既然公权力还要重启调查 我觉得他的家属 就是能够跟公权力充分配合就好了 毕竟他是当事人 和被调查小组 认定是凶手的陈一雄家属见面 实在是太过敏感 不过吕秀莲说了一段 319当天的小插曲 1点45分的时候 我第一颗子弹 当时我以为就我中弹 我后面的水户 我跟他喊说 给我皮包 他听不懂 我感觉我就伸手 各位在电上有一只 手往后抓了一个黑色的包包过来 那里面我就拿出卫生棉 赶快止血 还要卫生纸 说成了卫生棉 可恶说